我与母学家里就是跟小朋友亲子族经的一些经验 那其实呢那个资本讲师啊 他找后学分享的时候 后学跟他说 我们家族经就是一个日常 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那如果说要说亲子族经有什么好处 后学没有办法很缺席的给 跟我们前些条例式的好处的答案 但是后学愿意 就是分享我们二十几年来亲子族经的经验 如果要说到族经 他一定会有一个缘起 那这个缘起呢 就是源自于二十年前 我们中心啊 生堂中心 有找跟后学 差不多年纪的很多同修 一起到重德 拜重德的光会文教会 去参加这个大有成人的读经会考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后学就接触了王财贵教授 他所那时候在推的读经教育 那当时候其实 他所说的读经的好处 后学并没有很在意那些好处 不过后学心里有一个想法 很认同读经教育 所以是因为这些经典他可以从几千年来一直传 就是一直在一代传承传承到现在 一定是有经历过许多的考验 但是他力所不衰 所以可以传承到现在 所以他得以存在一定是有他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就是更无变的价值 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所在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 我们活在现在 我们活在这一代 我们一定是有这一个 这一个责任与义务 让读经教育将经典传承下去 因为教育改革会随着政治的傾向 而有所改变 尤其候选在教育圈身受 有深深的感受 自从政长轮替之后 我们教育书里面的很多内容 很多的价值观 其实都是不是那么有确定性 他是会随着一些 目前的一些价值所改变 但是经典他是不会改变的 那经典他不会改变 可是可是现在的教育界 他并没有那么推崇经典 而且文言文言 在国语里面文言文 我们的课计也越来越少 所以小朋友的试字量之说实在的 我们自己都很担忧 教育界都常常很担忧 因为我们远远落后于大陆的 大陆小朋友他们的阻读量 所以刚刚啊 浩雪听取 学校长他的乐主分享 他的乐主分享 就是共同的分享 他觉得心理非常有共同 因为校长讲的那些过程 我们家小朋友从小 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心里会觉得非常有共同 那现在我们家小朋友 已经脱离了我们讲同书给他订的 这个阶段 而且也培养了他们 大量乐主的那种兴趣 我们家呢 花最多钱的就是买书 爸爸和浩雪的先生 他都把书 他都把钱花在买古书 买经过 那浩雪是把钱花在买同书 所以只要小朋友呢 他目前如果找不到书 或许就会赶快再拿去图书馆 让他们去接触很多很多的书 那图书馆里面的书 他们回来如果跟我讲说 那些很多很多的书 他们都读过了 或许就开始会去搜寻 搜寻现在很夯的一些投书 是什么 那搜寻完之后 或许就会 为了让他们读的 就是很 告读 所以或许会 就是不会去图书馆用借的 因为借的没有办法 你整套整套都借得到 后选就会直接用钱买 就是一套一套整套 整套这样子买给他们 所以刚刚 那个惠定学姐啊 她说他们家买汉生的同书 后选在小朋友 一个才单岁 然后一个在住审的时候 后选也曾经花过半个月的薪存 买汉生整套的同书 大概八九十分 所以在这方面 后选是花钱不会收软 但是后选觉得 投资是还蛮有价值的 因为小朋友他们喜欢乐族 我们家最常出现的餐桌风景 就是他们一边 一边吃饭一边读书 我们家不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我们家平常是不开电视 所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 就是他们看课外书的时候 而且他们因为他们很投入 所以一餐放菜料是一个小时 所以吃的很慢 那通常后选都会 其实父母亲都会说 快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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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后选到后来 因为他们看书的时间 看错外书的时间太长 吃饭真的很慢 到后来后选竟然要说 洗 洗 就是把书凑起来 不要看书了 趕快吃饭 反而是讲不一样 就是讲反话 那如果后选今天呢 要分享的是读经 就是亲子读经的经验嘛 那刚刚说的缘起就是 自从后选接触的王财富教授 他所推动的这个教育 但心里面后选很认同 所以 呃 因为后选本身是在教育界 所以 后选的学生从第一届 到目前第十九届 看 今年迈入第二十届 每一届的学生都有读经 那当然 自己的小孩也一定会读经 所以自己的小孩读经 就是从他们在后选注尸里面的时候 后选就开始读经 老大后选读的经典是大量愿读 就是每一本经典 只要是读经会考会读的 后选称 读经会考的经典叫做教科书 后选称之为教科书 所以那时候怀老大后选 是大量愿读教科书 然后怀老二的时候后选也读教科书 不过后选那时候主要的重点是 放在宇门里 因为老二是人家说怀男生要读自己门品 所以那时候后选天天都读自己门品 然后到老三的时候后选读 也是读教科书 不过后选是深读 那时候深读是读 呃是上我们心意实前人的中庸课 还有六祖禅经的课 那时候在运期整个运期 把实前人他的中庸课 跟六祖禅经的课都上了 所以在怀孕的时候 小朋友他在后选的肚子里 跟着后选一起读音乐 那小朋友他生下来之后 从生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 在床边会放一台MT3 然后那台MT3里面 全部都是谷歌音乐跟经典 那那些东西就一直留在 播给小朋友听 等到他们开始压压血雨之后呢 后选就会 请他坐在椅子上 然后呢把书打开 不管他们看谁能够看不懂 后选就是一句 然后手指的那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在他 所以我们家的老大 他好像在两岁三岁多 跟现在很多很多前选 一样就是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参加读经会考 那等到他们幼稚园大 中大班开始学注音之后 后选就会适合让他们听音 自己听音一遍听一遍 那会辅佐一些课外书 后选记得那时候 后选买了一本很厚的金窗本 就是那个陈树菊奶奶的故事 那一本是陈树菊奶奶他的 他的传 他的一生的那个故事 所以他们一边读记完了之后 后选会陪孩子读那一本 陈树菊奶奶的那一本故事书 所以他们就读故事书 也是自己拼音 那后选在旁边 如果他们拼错了 后选会指导他们 那当然他们念一念 他们念懂了这个故事 他会问后选里面一些故事的内容 那从后选也会给他做解释 所以那时候的启蒙 就是从这本故事书跟经典开始 接下来他们已经开始进入到 国小适次阶段之后 后选就比较少带读 带读通常都是国小以前 后选会带读 而且国小以前后选也常常讲 会本故事 那当然了 妈妈的会本故事的风格 跟爸爸的不一样 通常都是讲会本的故事 然后跟许下长讲的一样 就是很生动 会有很多的角色的扮演 会有很多的动作 那爸爸呢 他讲的就不是会本 爸爸通常扮演的角色 就是比较不按牌里出牌 他讲的故事是 香港漫画有一部 叫做天子传奇 不知道各位前面有没有看过的 那个天子传奇他就是讲 将我们中国人一代的军王 把他画成一套一套一套的漫画 而且加了很多的神话进去 所以里面的天子通常都有神力 然后他要去打倒 打倒很多的妖魔鬼怪 所以爸爸就是用台语 来讲天子传奇的漫画 然后后选记得他那时候 讲朱远章的故事 他讲的那 用台语讲那一套漫画讲了一年 所以妈妈的风格 跟爸爸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因为后选觉得说 如果可以讲故事给小朋友听 在他们的幼小的心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是来自于爸爸妈妈的声音 传达出来的很多很多想象的故事 那接下来进度到国小之后呢 他们自己会读 所以后选就会请他们呢 就是自己读 那我也不会给他们设计 你们自己读 比如说这一段恶语 你们一天读三次 然后一天读三段 那读完之后就OK了 就OK了 所以其实逐经 在家里来说 平常的时候是很轻松的 因为他们只要读三次 然后读三段 然后呢 什么时候要验收 也让他们自己决定 比如说他们读个三天 我就已经这三段都背走 他们就可以跟后选说 他也可以验收 所以为什么把他验收 这个是后选的模式 那通常后选的模式呢 是稍微带一点目的性 因为后选会希望说 这些经典不是读过去就算了 后选会希望他们可以在 心底 种下 埋下 比较坚固的种子 所以呢 后选会给他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每两年到三年 要参加一次读经会堂 所以我们家读经会比较有压力的时候 就是读经会款要举行的前半年 因为那时候就会密集的念读经 密集的把以前背货的再调出来 再重新的把他们的记忆换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小朋友读经 就是比较有压力性的 但是呢 这样子的压力就是一个年纪的增长 其实后选会觉得说 对他们来说读经 感觉上有压力就不是那么的快乐 不过后选觉得上边也安排的 非常的巧妙 很巧妙 就是当我们有心在这一块的时候 面临读经的时候 当天会很巧妙的帮我们拨转 怎么说呢 因为今年刚好是我们家 就是读经的一个 Turbo升级版 就是很自然的发生 原本古今的陪伴是后选 从小从在运起就开始陪伴他们到 到目前为止 那他们也都已经读了十几步经典 不过慢慢的小朋友 他渐渐想到了之后 他就不会甘于坐在那边 一直念头上的经文 他会觉得很无聊 很无趣 所以也很自然的 爸爸就来接手了 爸爸就接手了 妈妈启蒙的角色就可以慢慢的退位了 那爸爸接手之后呢 就有爸爸的风格 爸爸怎么接手 他带孩子每天要睡觉之前 差不多二十到三十分钟 到二楼的书房 起先他前面几个月他是用静坐 就上去之后呢 就先坐的 但是他不会要求小孩 你静坐一定要关着 他会告诉小孩说 用你最轻松的姿势 只要你呢 关注就可以了 你要趴着 或你要斜躺 或你要跟上风都可以 所以他刚开始是要求孩子 你静坐唯一的要求 就是专注 你如果不小心睡早心事也没关系 只要你的心静下来 然后这样子渐渐实行的 大概两三个月之后 爸爸他就把经典慢慢带进来 那刚刚霍雪说 霍雪都是带给孩子 我们有一定会讨的教科书嘛 所以他们读的那些教科书大家都很熟 所以爸爸他带的东西 就不是教科书 他带很多佛教的佛经 像禁祖宗的古经一论 里面有什么阿弥陀经啊 然后还有什么 金正方业清静经 或者是无量寿经 很多经典他就慢慢带路 不过爸爸他唯一的要求就只有专注 就只有专注 他说如果不专注就静坐 静坐完 然后可以转注之后再继续 所以他认为呢 读经要搭配静坐 静坐有帮 可以帮助读经 所以但是呢 他带孩子读这些佛经呢 因为佛经比较奥 他比较奥 不过呢他的音调大概 他的音调大概就是那样的东西 他其实是有孕孕的 他的孕孕 所以他也不给孩子压抑 他觉得读经要快乐 不要给他压抑 你不要说你要见受 他就是读 他认为说在读经的过程 就是亲子最好的相处时间 最美好的相处时间 他觉得经典的 像他讲几个在读佛经 他觉得他平常读佛经的时候 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很 忽疾很寂寞 因为没有同修几个 他共同严读佛经 但是他说自从他带了孩子 读佛经之后 他心里非常的感动 因为平常他觉得很孤独很尖色的文字 竟然是从孩子很天真无邪的嘴巴 念出来之后 他觉得这一些佛经对他来说 真的是亲近的非常 就是亲近很多很多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 所以他觉得说 如果读经有任何的好处 他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 跟孩子共同读经的那一份情境 那一份发型 所以他接下来Turvo的这个身体版 他就不带任何的理性 他只要求一个专注 当然啊孩子他在念读经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会觉得很可能会觉得无聊 不过他会做很多的小变化 比如说他就会架着手机开始录影 然后呢 为三个小孩轮流在读 然后在在读的时候呢 就要三个小孩互相专 就是专注之于还要去注意别人有没有念错 假设呢某某人在在读的时候有念错 他就要用围棋的词呢拿一颗出来放 就是去挑别人有没有念错 来增加他们的专注力 那有时候呢 因为小朋友比较不会讲韩语 所以他就会用闽南语来带孩子读佛经 用闽南语的方式 那有时候爸爸也要加入战局 他也会要跟小朋友说 你可以挑我的毛病 所以爸爸在带我的时候 小朋友也可以用帮席子 去帮爸爸记录他错几次 就是他会有很多小游戏 来让小朋友觉得说 其实读佛经不但没有压力 可以帮助专注 而且呢还蛮有趣的 这个是我们家最近 最近将近一年来的升级版 不过爸爸他不是只有带佛经 他还有比如说带易经 带经当经 然后还有永迦大师正道哥 反正所有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想像成 所教科书以外的科书 他是没有界限的 你所有想得到的 你想要带给孩子的 都可以 可以跟孩子一起亲自共同 那他是觉得说 你就享受当下 享受当下 那如果说要有什么好处 他认为 也许小孩他 长大之后 生根发芽活状 有发挥潜能的时候 他自己有感受的时候 他觉得那个就是 我享受当下之余的好处 他觉得那个就是赚到 但是他目前不把这个当做目的 就如同后雪当初 毅然决然觉得 或许一定要推赌经的 的心态是一样的 那时候或许想要赌经的 的那个心态并不是 王宰慧教授他说的 你的小孩可以 好事前几年啊 成绩很好 跟武器之类 或许那时候 单纯就是认为说 今年有他的价值存在 我们有责任 跟义务把它传承下去 而且我们在赌经的时候 心里会感到 真的是一种 想和跟苦平静的快乐 我们会觉得说 哇原来几千年险 这些圣贤 他就已经把人生的 许多的大道理 说我们会 人生会面临的 许多挫折那些点 跟你如何用 你要用如何的心态去解惑 都已经在一点里面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在 跟圣贤是在契合的 所以读音的当向我们是快乐的 我们虽然 文字看起来很尖色 但是就像许孝岛说的二指纪嘛 我们一字看不懂 我们看到二指纪 我们一定渐渐会有所抵护 那所以 多学当中的推读 今天的问题 并不是要培养孩子 成为学霸 没有 只是单纯希望 我们可以传承下去 而且在他们的 心里 种一颗良善的种子 我们现在都是在做种种子的 圆丁的角色 感到说他会如何的发挥 那个都是无缘国界 我们也许会不知道 但是 但是 我们现在做这个圆丁的这个工作 是我们必须要做 那以上就是后雪 对于亲子如今的共同的一件经验分享 那 如果各位先生有想要跟后雪交流 等一下 等一下自己再也可以跟后雪共同讨论 那 最后公布大家身体健康 欢喜充满 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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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